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在一场艰辛中起步 以毕露蓝缕开拓 百年回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从两代一星到载人航天 从探月工程到载人深浅 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让科研精神心火相传 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和源泉 与应用研究不同 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和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就要求科学家们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 以非公立的心态探索科学奥秘的真谛 学习就包括了像自然学习 像书本学习 根据我们建设发展目标 有这个需求 然后去中间和我这些人找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么随着后 在野外采集标本的种类越多 那么你对他人事的深度就增加了 说过去 你这个科研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实际上也是 就是说大家也是经历了一个很艰苦的这种过程 才达到今天 当然今天我回来归力强盛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展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扎实的基础研究 是支撑其科技这座大厦的坚实基础 由此而来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则意味着不可限量的机遇 和出乎预料的颠覆性成果 但技术创新除了需要奇思妙想外 更需要科研工作者无限的勇气 和长久的耐心 铁路这个提速和高速发展呢 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速度提高 那么这个震动会大幅度增大 所以就带来了一个到底它是不是安全的 速度高的时候是不是舒适的 我就提出了应该把机车车辆和线路轨道 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 事实证明在后面我们高速铁路的发展 重载铁路的发展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应用 为后面我们这个高铁跨越式的发展呢 提供了一个先进的理论方法 我将来的话会进一步的投身到铁路轨道交通 创新技术的研究过程中 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 引领世界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打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与技术创新相比 充满更多的变数和挑战 当成国经历过市场的洗礼 完成与市场的结合 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 与再造之力 在那些成熟的市场化成果背后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曲折 煎熬和失望 我一路做机器人到现在走过来 就不是一个被人家推着走的过程 永远都在别人的质疑下 别人的疑惑下 再往每个领域做探索 我经常会选择一些更艰难的选项 那这些更艰难的选项里头 我不一定是最能耐 最智商高的那一个 但我一定是最能咬牙坚持的那一个 因为做新的领域 新的行业 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不可能一帆风顺 你肯定是有巨多的挫折在等着你 我没有想过放弃 我始终认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 站在新的历史时期 科学研究这条河流依然澎湃 无数科技工作者 砥砺前行 接续奋斗 用星火相传的科学精神 书写更加绚烂的 全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